61岁的梁朝伟又一次创下了获奖记录 成为亚洲第一位 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演员 为他颁奖的李安 在致辞中给了梁朝伟至高无上的评价 等等 迷人的喜剧演出 李安导演您是说这个吗 的确 每次一提到梁朝伟 我们总会先想到他那些深沉复杂的表演 花样年华 苦闷吃云吞食 额头青筋爆气 无见到 看到黄志诚死在面前时的伤心和绝望 色戒 出场通过地道时随光影变坏莫次的阴阳脸 这些角色或许会笑 但是笑容底下又藏了太多忧郁 痛苦 纠结 谋算 很少能让观众看见牙齿 可能已经有太多人忘记了 梁朝伟其实是靠着演喜剧成名的 在《获想感言》中 他感谢的香港的电影 一定会有属于香港喜剧的那一份 甚至有很多影迷一直觉得 梁朝伟或许本来也能成为一个喜剧之王 大家好 这里是毒蛇电影 我是小马 今天就借着梁朝伟获奖和李安的夸赞 来聊一聊文艺影帝梁朝伟的孝心生涯 与香港喜剧往事 以及那个长久以来围绕大家的困惑 为什么今天 我们再也没有会演喜剧的帅哥了 1982年 年仅20岁的梁朝伟 顺利考入香港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同期除了落榜后 只进入了夜训班的周星驰 还有在后来东城西旧里 你浓我浓的梁家辉 两年后 梁朝伟靠着一部喜剧成名了 《八四版录顶记》 他演著名剑人为小宝 回看这部剧不得不感叹一下 郑荣实在过于梦幻 杜琪峰导演 梁朝伟 刘德华 刘嘉玲 连龙套都是刘青云 还有张国荣演唱的主题曲 这部剧里 22岁的梁朝伟 即展示出了他超强的喜剧天赋 因为众所周知 韦小宝是很难演的 不少演员都在上面翻过车 他的机灵 圆滑 幽默 试景气 一不小心就会演成这种 而梁朝伟呢 把那种少年的机灵可爱 演绎得浑然天成 恰到好处 此时的梁朝伟 就已经显示出 自己表演上的一个巨大优点 自然 这也是很多演员 在演喜剧时 难以把握的分寸 比如 他为韦小宝设计的小动作 被眼下的海公公 筷子碰到脖子后 非常试景气地摸一把脖子 再配合嫌弃的眼神 但嘴上依旧圆滑地 迎合他老人家 躲在桌下 看到康熙滑稽的动作 他大笑的方式 非常真实 且贴合人物的出声 连嘴里的馒头都笑吐了出来 还埋态地用手接着 但最让人佩服的地方还是 韦小宝这个人物 和梁朝伟本人的性格 实在是不怎么搭边 毕竟都知道韦仔 是出了名的色恐 孤僻 画少 但刚出道时的梁朝伟 形象又是特别适合喜剧的 胶原蛋白满满的脸上 少年感概过了 他后期凸显的忧郁气质 内向 但一上镜就显得灵气四溢 所以在TVB时期 他出演了不少欢托的 青春鬼马喜剧 其实演喜剧 油腻一定是大忌 特别是在风格夸张的 港式喜剧中 演员要是以一种 油腻气质追泥仔 捣蛋鬼 那是真的一点也不讨喜 TVB当年那么高强度的工作 熬夜拍摄 微仔还能保持 这么干净清爽的好皮肤状态 对自己是真的高要求管理 咱普通人虽然做不到 和演员一样 严格管理皮肤状态 但好在有西幕园 男士专严套装 满足咱全部的护肤需求 做到清洁抗痘 加控油换肤 而且他在男士护肤套装 好平板和热销板 都处于top级 口碑是相当的不错 肩面一样 就能揉搓出西米泡沫很方便 里面有联合了国家级研究中心 专为男性肤质 科学配比的6比3比1 强清洁氨基酸体系 强力清洁去油同时还不伤肤 所以洗起来特别舒服 洗完脸之后 用配套水乳来控油保湿 锁水换肤 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们的质地都一点也不油腻 很清爽的 精华水铝的极光黑云杉 控油精脆 能直接抑制皮肤出油 改善脏脸上的黑头 痘痘和大毛孔等问题 搭配全能乳中砖研的五重功效 三分钟即可摆脱油腻 提亮换肤 我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 之前狂出油和冒痘的情况 都改善了很多 皮肤也没以前那么暗淡粗糙了 都有点想叫自己毒蛇两朝尾了 而且西木园 作为科研实力 一直在线的米基专业护理品牌 很值得入坑 现在置顶评论里 大额优惠券 三件套到手只要200多 云霞来每瓶也就几十块钱 不管男生买来自用 还是女生买来送男朋友 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 说回梁朝伟 到了90年代 梁朝伟的喜剧 就不得不提亚菲与亚基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真的会感叹 演喜剧的梁朝伟 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一个情节 足以体现他丝滑的演技 和准确的人物塑造能力 亚菲和亚基两人坐在街边 梁朝伟上一秒 还在教训张学友 下一秒就对着路过的美女吹口哨 结果美女一回头 她又瞬间气炸变脸 一个滑稽的底层小混混 瞬间鲜活 更有意思的是 这部电影中出现了周星驰 不过是在电视里 正是亚菲与亚基同系列的第一部 周星驰和张学友搭档的咖喱辣椒 正是咖喱辣椒 标志着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 表演风格成型 演艺道路也开始找准喜剧发力 而梁朝伟 于这一时期逐渐成为王家卫的御用 文艺片开始成为他更显著的标签 也更生根的领域 与此同时 他贡献了自己一个喜剧表演的巅峰 就是著名的《香肠嘴欧阳风》 在《东城西旧》里 梁朝伟的招牌深情电影 在他奇葩的外形下 成为经典的自我戏剧 在《墨界王》那里多深沉 在刘正伟那里就有多搞笑 除了技术上的无懈可击 香港无厘头喜剧 不按常理出牌的特征 恰好切中了梁朝伟本身的怪人属性 这种怪 有时带来了荒诞的反差效果 即喜感的产生 一次圣诞夜 梁朝伟邀请张震到自己酒店房间 只见他放了个摇鬼乐队CD 开始念东斜西毒的旁白 长达三分钟之久 想想那个场景就觉得非常港式无厘头 还有他面对采访时出奇无异的回答 被问有什么梦想 他为了少说话 就说世界和平 大家现在流行的废话文学 也早就是伟仔当年玩剩下的 在威尼斯获奖这个荣耀感动的时刻 他却捧着奖杯对镜头做了一个鬼脸 这种特性 有时也会被他用到表演里 成为出奇不异的亮点 比如《花样年花》里一个情节 是周沐云假扮苏立生的丈夫 当着他面承认出轨 苏立生假装给了他一个耳光 此时看梁朝伟的反应 堪称神来之彼 此时梁朝伟当然没在演喜剧 但此处的冷幽默 又何尝不是一出高级的喜剧 客观来讲 梁朝伟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 只论表演喜剧的生动 自然 他能秒杀现在市面上一大堆 号称专门喜剧演员的人 虽说梁朝伟在唯一篇领域 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也成为他中后期演艺生涯的重心 但如李安所说 喜剧一定是他不能抹掉的光点 更是香港电影成就他 走到今天这部的重要因素 没错 从港片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巨星们 哪怕是再帅再凉 谁没有在港式喜剧中经历过一番自我的破坏 解放与重塑 侯孝贤导演曾表示他对梁朝伟的欣赏 一部分源自他的自虐 当年梁朝伟为了演好 跟自己性格相差极大的伟小宝 把小说看了超过20遍 做梦都是伟小宝 现场有人道具忘了在哪 问梁朝伟就好 美如张曼玉、张博之、莫文蔚 也在周星驰那里 被倒腾的面目全非过 香港电影曾经的工业化 快节奏与强竞争 不允许演员说演不了 吴君如就曾在节目上说 曾经的香港商业喜剧 要被控制在90分钟左右 笑和哭都必须要快速进入状态 而演喜剧 偏偏又极其考验演员的心理素质 因为观众笑不笑 是对喜剧表演最为直接的反馈 90年代 喜剧作为港片卖座的金字招牌 就算再难 也是演员无法规避的一刻 香港电影多元包容的环境 也使得演喜剧不被看低 喜剧也从不是某一群演员的专属 就像梁家辉能靠屁股演闻一篇 也能靠着喜剧拿下金像奖影帝 一众演员刚在东邪吸毒里 被王家为折磨 又无缝切换到东城吸救里 绞尽脑汁想包袱 而在如今的那鱼 当喜剧演员只能费力在别的类型里 证明自己不只是邪心 但年轻心人一旦有着漂亮的面孔 就好像能获得喜剧 这一高难度类型的豁免 前两年那些风靡一时的演技节目里 一眼望去全是俊男美女 然而能演喜剧的 只有杨迪、晶晶、辣母养子 这样外形不够亮眼的演员 但不知道谁还记得 宋丹丹年轻的时候 也是名艳的大美女一枚 喜剧 某种程度上当然是现丑的艺术 所以如今那鱼的年轻演员们 谁还愿意去喜剧中现丑呢 一方面 是因为我们如今喜剧的衰微 当喜剧成为没有人物 只有人设 不见现实 只见段子的闹剧 当国产喜剧几乎与烂片画上等号 又该如何成为演员演技的试炼场 另一方面 当某些年轻演员 不必走出舒适区 也不用颠覆自己的形象 只需要在粉丝 团队的簇拥和保驾货行中 不断欣赏自己漂亮的脸蛋 谁又会去吃演喜剧的苦 但就如经历过香港电影人 才被初时期的尔东生导演 当年在节目上的警醒 当然了 这或许也不失为当下喜剧消失后 一种更新的弥补形式 就算演的明明不是喜剧 观众能笑得比看喜剧更开心 毕竟有些人越端得正 观众才会越觉得好笑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一定记得点个关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